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問題就是說 沒有一個有大格局的政治家 可以看得遠 看得透 台灣的前途在哪裡 只要是有一點政治常識的人 都知道台灣的前途在哪裡 所以你今天完全地逆其道而行 到最後碰壁 那是早晚的事 以前我常去大陸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台灣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來講 都本身對大陸而言是個選項 我一直以為這樣子 今天我很明確地講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剛才苑老師提到的這位您在台大的同事 中原院院士叫陳培哲 是嗎 陳培哲老師 我想你看到這個消息了 這是我在節目錄影之前 剛剛看到的消息 就是他請辭這個疫苗審查委員 這個你知道嗎 這兩位老師的確定知道 知了七位 我認真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 剛才苑老師提到的 我只知道第二期正在做 第三期不會做 然後就準備 而且單子已經下了 多少時候 兩個藥廠各五百萬 各五百萬劑 就是單子已經下了 雖然第三期還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成功率是這麼的低 剛苑老師指出來這個成功率 非常低 因為我剛才是沒有指明了 這個COVAX在美國做完了三期 而美國不讓它 不發給它緊急使用權 就是說這個是有問題的 因為岳岳老師剛剛講的 現在疫苗總共就只有三種方法在做 一種是AZ的腺病毒 一種是莫德納跟BNT的mRNA 另外一種就是滅活疫苗 那它現在做的是蛋白質的次階級的 就是說美國那個藥廠做的是這個 那我們也是做了這個 等於是美國那個邊沒有準 那我們這邊還是繼續要做 那這個聽說是高難度的 那我不曉得台灣 怎麼要去挑戰這個高難度 它認為自己比誰都行嗎 其實這個東西做出來 其實它的市場 你現在沒有趕在那個時間把它做出來 即便你做出來了 可能疫情都已經過差不多了 而且台灣本身的市場 也很小 那你要我們打 我們為什麼要去打呢 第一個這個只是第二期的 第三期都沒做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哪一支疫苗 是第三期都沒有做 就給它緊急使用權的 所以這是拿不到緊急使用權的 即便它拿到台灣的 拿到國際上去是沒有人承認的 所以你打了這個 既能夠保障 保障說你不染病 而且也沒有辦法保障你說可以自由進出 也對台灣的經濟復甦沒有幫忙 因為人家不敢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不能想像的為什麼 蔡英文會有這樣的一個決策 我覺得那個陳佩哲教授 她出來講實話 她在5月底就是辭掉了她的這個 疫苗審查委員的這個職位 她說她辭職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講了 7月份大家開始打疫苗 打國產的 高端跟這兩個場的 所以這個 她覺得她不能夠負這個責任 所以她辭了 這個是一個很負責任 很有良心的教授了 那從這一點我就要 就要提到剛才您問的那一點 就是說台灣的社會 對發展到目前為止 這個疫情的這個狀況 對這個民進黨政府 會有什麼樣的一種反應 我想有相當大一部分人 只要是你的不是很盲目 被這個疫情所捆綁的話 大概都會覺得說 這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你看民進黨裡頭 像什麼林卓水啊 像什麼郭震亮啊 像那個 還有那個 李修蓉啊 他們都出來講 都不可以這樣做的 而且批評的很厲害 那其他這個泛藍的 或者是比較中立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立場的 那批評更是不在話下 這個我覺得是很正常 所以你看這幾天 總統府前面 有很多抗議的 有的是去按喇叭的 有的是去拉布條的 有的是說晚上八點鐘我們停電 我們吸燈 一分鐘或者三分鐘來表示抗議的 我昨天看到那個 就是以前的那個 新聞局長 就是忠晴 我覺得他很勇敢 他給我的這個 說他這個要去這個 總統府前面抗議 後來那天我看到很多車子去 因為總統府前面沒有想到 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就很亂 很多車子去 後來他就把總統府廣場給封了 然後我昨天看到有一段這個視頻 因為忠晴跟我發LINE的時候 他說怎麼會封成這樣子 我不理解他講的是什麼 後來別的朋友給我發了視訊來 他一部車跑到總統府前面去按喇叭 忠晴 結果來了一堆的警察攔著他 所以他才說 給我發那個視訊說 怎麼會戒嚴成這個樣子 都封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知道台灣老百姓是很憤怒的 憤怒的人很憤怒 但是我又回到來講 民調讓我很洩氣 有些民調是民進黨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附屬單位做的民調 有的是媒體 像TVBS做的民調 有的是像學術單位 像政大的這個這個民意調查中心 所做的民調 我都覺得不可思議 如果你說民進黨做的民調 說蔡英文還有50%一半人以上的支持 那我可以接受 因為她護航嗎 TVBS做的民調 蔡英文還有百分之四十幾的支持度 我就覺得有點有點有點問題了 但是最後 學術單位正大做的民調出來 她英文照樣還是有百分之四十一二的支持度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那些泛率的這些支持 他們基本上是完全失去了理性 他不會用事實來檢驗 真理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不會 他就是像 紅衛兵或者像義和團那個樣子 我就是支持到底 台灣的民主 如果這一批人都不醒目的話 台灣的民主哪裡會有前途 所以我也不相信說到2024年 你就一定能夠把民進黨趕下台了 更何況 國民黨是一個不是很爭氣的戰野黨 到現在我不知道他黨主席講那些什麼話 個別的委員講話 有了 羅志強 鄭李文他們講話有 但是國民黨本身作為主席的江啟臣 他有沒有在國會裡頭 好好的做一些質詢 我覺得很懷疑 反倒是孤軍奮戰在國會裡頭的高金素媒 我覺得他每一次的質詢 都做得非常的質地有聲 所以我們也看不到說 有哪一個戰野黨可以去 民進黨地位而代之 那因此有人就想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這個攤子怎麼收呢 我們在台灣是不是就這樣 一直沉淪下去呢 你說的那個逃亡潮 逃亡潮裡頭你要分 大概1萬多人是去美國打疫苗的 4萬多人是去大陸打疫苗的 是兩邊逃亡 我可不可以針對張老師講的那個 有關於台灣未來的政治版圖的事情 發表一點我的看法 好 儘管說儘管說 太好了 是這樣子 這個張老師是政治學的專家了 所以說就是做按照民意調查 或是按照這個民意上的分析 感覺上是加深了我們的挫折感 這個固然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如果就政治的本質上來講 這個目前為止 有一點是遍地烽火 其實是鄉村包圍城市的感覺已經出現 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今年2021年的1月11號 蔡英文才以817萬票當選 所以那個熱度是還在的 這個是中央而已 但是就是你剛剛講到說 是政大的民意調查中心出現的40% 我覺得聽的消息我還蠻振奮的 因為通常來講 你通常選上一個總統的話 在半年內是達到最高峰 應該是80% 應該是有這種 這種草上之風的這種帶動效應 Swing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目前為止 他當選是去年 去年 2020年 對 就是說正式就位 反正他還有三年就對了 反正還有三年就對了 所以我的意思 我主要講的意思是說 大家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現在出現這個現象 其實真正的原因 我也是在這方面的努力做 就是你剛剛講那個意識形態 就是反中的意識形態 不管怎麼講 他們實際上是有偏離事實了 因為我一開始強調很重要 有關於新冠疫情的事情的話 中國做的三件事都對的 普篩 方艙跟這個疫苗 這三件事都對的 而且也是我們應該學的 很多國家不願意學的原因 是覺得不好意思 我們這裡更是基於意識形態 就不願意學 所以我們在各地的 各地出現的所有人 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這個 單打獨鬥的柯文哲 高金樹梅 或者說是這個羅志強 或者說是這個 所有包含你我什麼的話 我們在各地的 都是感覺到這個事情的 是非公理非常明確的 所以大家基本上的話 要把這股力量匯集在一起 要讓事實自我彰顯 你不用替他說 我們不需要宣傳 不需要側翼 不需要所謂的1450 我們要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首先第一個 你反中的意識形態有問題 然後再者的話 你這民主搞到現在這種地步的話 你人會死 這個對大家來講 印象是很強烈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要讓子彈飛一會兒 讓大家感覺到 這個民進黨 確實是沒有治理的能力 然後慢慢大家再來找一個共主 這個共主不一定是由國民黨代表 因為現在國民黨本身來講 自己內部的話 就涉及到路線問題 基本上是要用亂七八糟來形容 拿不出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基本上也對 就感覺上很失望 因為他們拿不出看法 君子顧本本利而道生 你現在這個根本是什麼呢 你根本就是要把反中的意識形態 能夠正式的把它解開 反中意識形態本身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錯誤 是一個美國製造的謊言 所以你在這個情況當中的話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是說 如果你要脫貧 如果你要解決社會問題 如果你要解決經濟問題 如果你要解決政治問題 你一定要按照能夠有效的方法來做 你不要管他什麼意識形態 你要不要解決這些問題 你自己要不要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我們長期這樣子不問 只要有人願意跟我們溝通 我們這樣問 我並不把希望放在國民黨 我認為這個 我並不是認為說 國民黨就是真的沒有救藥 但是我認為他們目前為止主政的人 他沒有這個視野 沒有這個理想 沒有這個宏觀的這種想法 那你講了也沒有用 講了也沒有用 實際上他一遇到了 他自己都已經中了這個反中的意識形態 他怎麼能夠解決實際上的問題 你去看看林維洲 他那個觀點上來講的話 就覺得 國民黨現在認為 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討論 要改成台灣國民黨 還是中國國民黨的情況下來講 你就不能夠指望他 但是野火燎原 鄉村包圍城市 這個意見已經起來了 你現在到哪去 現在我所有認得的人 我所有認得的人都會發覺說 哇 這件事情不是開玩笑 我剛剛舉的那個 中央院院院士陳院士的道理 其實他已經說明了一個這種轉向 就是說真理能夠彰顯出來是自我彰顯 而不是別人說出來 別人說出來的話就叫宣傳 我們現在要等著讓真理自我彰顯 所以我覺得張老師的話呢 就是跟我想法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是希望這個 差點把混蛋都講出來 我們是希望這個執政單位 沒關係 我們這個節目可以講混蛋 就是因為他做了事情這樣混蛋 我們是希望他趕快滾蛋 而不講混蛋 就趕快滾蛋 我是覺得說你要有一點恥辱心 我剛剛講 我最後一點 按照張老師這個分析 我覺得如果台灣真的是替美國做第三期的話 那美國會 就是至少美國的商人 就是至少這個用極蛋白的工廠 叫Volvax他會支持台灣做這個第三期 因為大家有幫助的話 那這個恐怕是問題的癥結了 因為我覺得我一開始跟史東在聊 我覺得匪夷所思不可以了解 就是說你怎麼講了個半天 強調一定要做這個 連二期都還沒有解盲的這個疫苗 就要往國人身上打 那台灣是牲口 是可以這樣子亂實驗的 對不對 那時候大家所以說 這為什麼說有辦法的人的話 想辦法就跑到外國去 趕快打了疫苗回來以後 就不認你這個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你在做實驗的結果當中 有利益團體在裡頭 所謂利益團體不一定是利益 他就覺得透過你這個利益團體的話 來加重它的這個credibility 加重它的這個可信任度 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慢慢稍微覺得說 原來不可思議的事情 現在可以理解 就是說吃萊豬不夠 買武器不夠 必須要當生理實驗工具才夠 那大概就這個道理 萬一當生理實驗工具 還是不夠的話呢 對不對 就是萬一當實驗工具 還是不夠的話呢 因為看這個樣子走下去 到那個時候 一定會有我跟張老師這樣的人 出來成立一個馬上統一黨 是為了 我剛剛說的 是有什麼 我先說的 有些人 是不可能 是在那裡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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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